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分享一道老北京炸酱 作为老北京美食的经典代表之一 历经岁月的洗礼 传承着祖辈们的烹饪智慧 这道炸酱的制作 从选料到每个步骤都蕴含着传统的记忆与讲究 首先我们准备1500克的五花肉 洗净去皮之后 我们改刀切成1.5厘米大小的钉 切好的钉我们放到碗中备用 这一步看似简单 实则对钉的大小要求严格 大小均匀能确保在煸炒过程中 受热均匀,口感一致 如果你觉得纯五花肉有些油腻 可以适当加一些瘦肉 但瘦肉的比例不宜过高 否则炸酱的口感就会比较柴 接着我们处理大葱 洗净后的大葱葱绿切勿丢弃 我们切成小段先给它放入到大碗中 去皮的生姜我们给它改刀切片 切好后也至于碗中备用 下面我们给碗中加入两个八角 给它增香 同时呢我们准备好50克的大蒜 也放到碗中备用 下面呢我们调制一个酱料 调制酱料是一个关键环节 我们取个大碗 倒入600克的这个干黄酱 这一小块就是200克 我们倒入三块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200克的甜面酱 一斤肉的话 基本上是加200克的干黄酱 粘着这个比例来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 随后我们再加入100克的黄豆酱油呢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黄豆酱油 是为了更好的进一步的提前 搅拌好了后呢 我们放置到一边备用 这三种酱料的搭配呢 比较恰的 才能呈现出老北京炸酱的独特的醇厚的味道 炸酱的咸度主要来自于干黄酱和甜面酱 所以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一般不需要额外的再加入食盐 下面准备两根大葱 我们将葱白的切成小丁 切好的小丁呢 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起锅 我们倒入400克的花生油 凉油的时候 我们放入切好的葱段 姜片 大蒜 以及八角 中火呢 给它慢慢炸至 这一步呢 要炸出料头的香味 当料头变色出香后呢 我们控油给它捞出 这个过程呢 一定要掌握好火后 避免炸糊 炸糊之后 影响炸酱的口感 捞出料头之后 我们将切好的肉丁呢 放到锅内呢 进行煸炒 煸出五花肉 多余的这个油脂 此时我们加入 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 继续给它翻动 加入高度白酒呢 不仅能去腥 而且还能增香 同时呢 还能为杂酱增添了 一种独特的风味 我们一直将肉呢 给它煸炒至这种透明色 这是判断肉丁煸炒程度的重要标志 这一点大家切记 肉丁变成透明色后呢 我们放入提前调制好的这个酱料 调小火呢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过后 我们放入一半的这个香葱碎 不停的翻炒 这个炒制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呢 这个炒制时间大概会在30分钟 充分的我们要炒出这个料香 这30分钟呢 要耐心翻炒至关重要 它能使各种食材的味道呢 彼此的融合 同时炸酱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和沉厚 熬制炸酱的这个过程中 要不停的搅拌 确保炸酱的受热均匀 防止糊锅这一点切记 糊锅不仅会影响炸酱的口感呢 而且还能产生很多有害物质 30分钟后我们关火 倒入剩下的香葱 搅拌均匀 最后呢 我们把它咬出放到大碗中 这样一道老北京的传统炸酱呢 就制作完成了 每一个步骤呢 都要用心的去体会和把握 才能制作出地道的老北京炸酱 北京炸酱可以用来拌面 拌菜 吃不完的话 我们可以趁热 装到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中呢 给它密封保存 放到冰箱里头冷藏 基本上可以保存7天左右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阿姨美食小处 阿姨将吃起来给你带来不同的美食分享